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老师迪哲林 拿出生活数学第五本 翻开十三和十四页 好,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读一读 两者图形对应,找一找 哪一只是和上图一样的鸟 请在空格中图上颜色 并拿小熊,放放看 拿出我们的小熊 放放看,看这只是什么 对了,这是鸟 它还有一个称呼叫百个 它是百个,小百个哦 然后呢,我们来看哪一个图片 是跟它是对应一模一样的 跟它一样的,这样子的 来,看第一个 有一样吗?不一样 你看看它比它很小只,对不对 那第二个,有一样吗?哦,是一样的 我们把小熊放在这边 再看第三 不一样是不是比它们很小只 所以,帮好了拿出我们的小蜡饼 选出你们喜欢的颜色 老师拿Yellow黄色 在空格里涂上颜色 这个正方形的空格里涂上颜色 好,敷完啦 就是这样,来我们来看 另外一页 好啊,嗯,我们现在来看另一页 好,三以内数量的比较 有许多鸟停在电线上 数数看哪根电线上的鸟比较多 请拿正确的数字板放放看 并在最多的电线旁的空格内涂上颜色 好,现在来看一看 拿出我们的数字板 OK,拿出我们的数字板 然后把它拔开,放在旁边先 好,来我们来看一看 看一看哦 看一看 先先看上的鸟有几只 来我们来数 一,二,一,二 哪一个是二呀 是这个吗 不是 是这个吗 是的 把它放在这里 再来看 接下去的电线杆 有几只 一,二,三 再来 一,二,三 哪一个是三呢 这是一 所以这个是三 把它放在这边 放在旁边 哪一个是比较多的呢 对了,是三 三是比较多的 所以拿出我们的小蜡笔 拿出你们喜欢的颜色 老师拿黄色 然后呢 在这个空格的眼圈内涂上去 好,我们做到这里就行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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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